第1406集 随着一声重物倒地的闷响 厂房终于安静下来了 昏暗的关线里 芸汐拿出了口袋里的带血的手术刀 朝着地上翻滚哀嚎了几个绑匪走了过去 离门口最近的那一个 忍着痛 想要伸手去拿他砸过来的钢管 芸汐面无表情地走上前 抽起了钢管 一下子打在了那个人的脖颈上 直接把人给打昏了过去了 剩下两个清醒的 面露恐惧地看着他 挪着屁股想要往后退 芸汐走过去 踹来踹那两个被打骨折的绑匪 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人 披腻的眼神 如同看蝼蚁一般冷漠 说吧 谁让你们来绑架我的 我 我们不知道啊 左边的男人捂着骨折的膝盖 疼得脸都白了 不知道是吧 那我看 你这条腿还是不要好了 省得去医院 还替你省钱了 说着他梳地把手里握着的手术刀 滑到了男人面前 精细带血的手术刀 在芸汐沾着血 拧白的指尖翻转 跟转比似的 在灵动的手指尖穿梭 锋利的刀刃 却一点都没有伤到手指 那男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在那 看似细小 却极其丰刃的刀子上 夹着脸 咽了咽口水 他缩紧了脖子 我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们也是封命过来看守你们 绑架你的是另外三个人呢 是吗 芸汐转头看见了芸楚寒 眸色森冷 那你呢 谁让你把我引出来的 谁找的你 原本还在旁观的芸楚寒 还没有从自己要得救的惊喜中 回过神来 抬眸便迎上了芸汐 刺骨森冷的眼神 他猛地打了个哆嗦 是霸王那三个人里边的一个 是他找的我 说 说给我一万块 让我把你引到学校的餐厅里来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 说起了自己做的蠢事 芸楚寒生怕芸汐会因为这事 自态于不顾了 赶忙开口为自己辩解道 大大姐 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绑架你的 我以为他们只是找你有事 要知道他们是为了绑架你 我是打死都不会这么做的 大姐你相信我 芸楚寒的解释 芸汐压根不信 她冷笑了声 转头看向了背对着背 坐在一起的两个绑匪 伸出手冷声命令道 把手机拿过来 两人战战兢兢地从外套口袋里面 拿出了手机 芸汐拿了一步 问清楚了具体的位置后 快速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那头 一前莫接到电话 一听到是芸汐的声音 顿时绷紧了神经 芸汐 是你吗 是我 我现在在京郊偏囊的 飞机工地的厂房里面 这片区域应该是快要拆迁的地方 没有具体的地址 你按照这部手机的号码 定位过来 顺便带一小队的人马过来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你 你没事吧 嗯 我没事的 不用担心 没有挂断电话 芸汐把手机搁在一旁 起身 走到了芸楚汗身边 面色清冷地蹲下身来 看着芸楚汗那副 极切又惧怕的模样 她戏谑地轻斥了声 尤其是在 看到她满手鲜血 和那被血染红的手术刀 芸楚汗下意识地 去看那些倒在血泊里的绑匪 生怕芸汐下一个下手的人 会是她 夜里的寒冷 怎么都不及此刻 被芸汐盯着看到 那股子带着杀意的冷 大 大姐 你 你杀人了